网贷协不到钱,以后缺钱怎么办?教你四招 现今在监管政策出来了,很多机构多如履薄冰,放宽挺缩,不少机构甚至就直接只接受还款,不放款了,这可怎么办? 信友们表示很焦虑呀,只让还钱,不给放款可怎么行,那我们缺钱怎么办?别担心,今天就是来给你们出招的 第一招,改身信用卡咱们银行走起,去银行借钱,有工作的先办一张信用卡,这个月花,下个月按时还,至少没有利息,而且一张信用卡只要保养得好,可提额 第二招,信用管家的网贷,仍正常放款不放款的网贷只是一小部分,现在登陆信用管家,还有50加个优质的网贷正常放款 第三招,老法子亲友借钱外人不借钱给你了,自己人还不能借钱给你呢?终于到了要认证自己人品的时候了,带上二斤苹果,去七大姑发大余家逛一圈 若是亲戚不成,那就去好朋友家也溜大一圈,确定,一定是很好的朋友,能不能成功借到钱,又靠运气了 小编团队同事信用卡及网贷多年,有专业的实操经验,更有许多志同造格的卡有组成的社群 欢迎家住,想学习更多关于信用卡及网贷的技术,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,猫东家,回复6,并扫描二维码,添加特幅灰信,即可领取全套网贷及信用卡实操技术 第四招 房子车子 抵押贷款 如果你需要的贷款金额不足房产价值的二分之一,许多银行不可以直接批贷,贷货者,有汽车股票等有下东西做抵押,也可尝试 中文字幕 赞 订阅 订阅